臺灣的慢性腎臟病患者其實是蠻多的 所以洗腎腎型率更是全世界之冠 主要是為了替患者是指出治療的曙光 所以台北榮總跟台大醫院展開這個計畫合作 研究發現了兩個有望成為治療慢性腎臟病的重要蛋白質 渴望成功延緩腎臟病的惡化 Q彈珍珠搭配濃郁奶茶 沿夏日來上手搖飲清涼消暑 只是長期一喝多 腎臟恐怕問題多 物理師檢查管線設定儀器 每個步驟都不能出錯 因為洗腎患者一躺下來就要四小時苦不堪言 台湾慢性腎臟病腎型率高達11.9% 洗腎人口密度更是全球第一 這兩個蛋白質在我們過去研究有發現 它對於心臟血管以及阿滋海默症的致病過程當中 對血管的細胞都有一定的影響 腎臟病跟病人最多的 最高的死因就是心血管疾病 藥幫洗腎患者找出治療曙光 臺北榮總和臺大醫院合作 從相關的疾病中發現TRPM8與DNAJB4 兩大蛋白質並在實驗白鼠身上研究 當慢性腎臟病越嚴重 這兩項蛋白質表現量越高 腎臟更容易發炎和纖維化 把這個老鼠的基因納告掉之後 它的整個腎功能衰退的病理變化 可以獲得緩解腎臟的組織變化 也獲得了改善 透過抑制TRPM8與DNAJB4重要蛋白質 有助於延緩腎臟病的惡化 改善患者的癒後狀況 為臨床治療帶來新契機 TRPM8這個跟慢性腎臟疾病的關係 目前全世界都還沒有人做 只有我們這個團隊正在研究 這次蛋白質發現不僅為全球首見 兩院計畫團隊也正透過技術 研究造成甲狀腺抗境的葛瑞夫姿勢病 盼能協助新藥開發 為患者帶來福音 也為台灣醫療樹立里程碑 記者羅云爾黃之杰台北上報導 再次下一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